两位网球界的传奇选手在1912年 不幸地搭上了那艘 号称不成之船的铁达尼号 不过呢 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船上 之后他们又在球场上重遇 而且有机会一争高下 来看看命运是如何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故事吧 理查德·诺里斯·威廉斯 于1891年1月 于日内瓦出生 虽然他在瑞士长大 但他的父母都是美国人 事实上呢 理查德还是班杰明·富兰克林的远亲呢 在1912年的时候 威廉斯才21岁 而在他录取哈佛大学的历史和地质学系以后 他便期待着这趟跨大西洋之旅 但是在他的大学生活开始以前 威廉斯还有其他的计划 他很喜欢打网球 而且呢也很有运动天分 所以呢 他跟他的父亲决定提前到美国 去参加一些的比赛 威廉斯跟他的父亲 从日内瓦搭火车前往法国瑟宝 并且在那里登上铁达尼号 在火车上 威廉斯在某辆车厢中注意到一张熟悉的脸孔 他是另外一位网球明星 名字是卡尔·贝尔 他们在火车上眼神交汇 但是彼此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命运即将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贝尔当时才26岁 他在1885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 贝尔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在耶鲁法学院完成学业了 在他登上铁达尼号的两年之前 他还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 但和威廉斯一样 贝尔也很喜欢打网球 他因为代表美国参加1907年的台维斯杯总决赛 而在网球界相当的知名 但是不幸的是 贝尔在同年的温布敦网球双打决赛之中失利 但比起威廉斯 贝尔之所以登上铁达尼号 还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他爱上了他姐姐的朋友海伦纽瑟姆 并且打算与他结婚 但事情却没那么简单 海伦的家人对他们的婚姻完全不赞同 海伦来自厄亥俄州 他的父母决定带他前往欧洲长期旅行 来拆散这对伴侣 但是当贝尔发现以后 他马上重新安排自己的行程 并且加入了海伦的欧洲之旅 在旅行结束以后 他们便所有人一起乘坐那艘不成之船返回美国 贝尔是头等舱的乘客 并且住在C148号船舱 而威廉斯跟他的父亲则是靠近遮蔽甲板的头等舱乘客 每间头等舱的票价大概是30英镑 以现金的价格来看的话 大概是4060美金 就在出航几天以后 铁达年号便在撞上冰山的时候发生了惨剧 随着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船上的人便开始恐慌 所有人被要求立刻登上救生艇 贝尔肯定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爱人 因此他便跟海伦跟他的父母一起搭上了5号救生艇 当时有优先登船规定 妇女跟儿童必须先搭上救生艇 而最后一艘救生艇 如果那个时候还有的话 才能够让男性上船 贝尔跟他的伴侣在甲板上遇见了布鲁斯·伊斯美 后者是铁达年号白星公司的总裁 他看见他们便建议所有人都一起登上救生艇 因为这样体型壮硕的贝尔 才能够与其他男士一起帮忙来划船 而威廉斯的处境就显得困苦多了 他跟他的父亲试图引导大部分的乘客登上了救生艇 不过因为大多数的救生艇都没有放平 他们只好站在边缘 协助生还的人登船 在他们将最后一艘救生艇放下海面以后 他们便进入了船长室 他们站在甲板上 并且望向远处救生艇上的灯光 他们努力思考着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但是船却开始下沉 其中的一只巨大的烟囱垮了下来 并且砸向威廉斯跟他的父亲 威廉斯拼命地跳开 却还是掉进了冰冷的海水之中 烟囱撞击在附近的水面上 并且将威廉斯推向了远方 最后他发现自己贴在一艘翻过来的救生艇上 那是一艘A号救生艇 威廉斯设法爬上救生艇并站在上方 他本来穿着的是厚毛皮大衣跟鞋子 不过在他离开水面以后便立刻将它们脱掉 在冰冷的海水之中待了几个小时以后 他跟其他的一些乘客终于被14号救生艇救起 不过因为这些生还者腰部以下泡在冰水里太久了 所以呢 必须立刻接受医疗治疗才行 当卡伯菲亚号抵达的时候 威廉斯便被带上船 医生看着他的双脚并且感到相当震惊 威廉斯觉得膝盖下方传来剧痛 他的双脚已经呈现深紫色了 医生告诉他 他得立刻截肢才能保住他的性命 但是威廉斯拒绝了 巧合的是 卡尔贝尔刚好也在同骚船上 他的运气很好 没有什么大碍 那个时候贝尔正在帮助其他生还者 而这就是两位网球传奇相遇的时刻 威廉斯说贝尔帮了他许多 他也因此受到鼓励 并且开始在卡伯菲亚的甲板上 迈出附件的第一步 他不想缩短自己的网球生涯 因此他每天都在对抗疼痛 每两个小时他就会下床 到处走动 来促进双脚的血液循环 随着时间 威廉斯的健康状况也变得越来越好 在他们抵达纽约以后 他休息了一段时间才让自己完全康复 六个礼拜以后 他又重新开始打网球了 在比赛结束以后 他终于进入哈佛大学 而他的网球职业也渐入佳基 在1914年到1916年期间 威廉斯成为美网的单打冠军 1920年的时候 他跟查克加兰搭档 并且夺下了温布敦网球大赛的双打冠军 就在1924年 即使是在他脚踝扭伤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夺下了奥运的混双金牌 威廉斯在这几年变得相当出名 全世界的媒体开始撰写 关于他所达成的运动成就 贝尔跟威廉斯的第一次对打 是在1912年的比赛 刚好就在他们刚碰上沉船的不久以后 贝尔赢得该系列赛事的冠军 而这也是威廉斯在美国的第一次输球 就在比赛结束以后 威廉斯继续接受训练 并且在两年以后再次对决的赛事之中 夺下了冠军 在八强赛中击败了贝尔以后 威廉斯首次拿下了头衔 他成为了当时最棒的网球员之一 一共赢得了五次台威斯杯的冠军 一次温网双打 以及两次美网冠军 这两位传奇球员 在网球名人堂里面都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网球都是两人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是他们人生中 唯一的成就哦 在网球生涯结束以后 他们两人都成为了杰出的金融家 贝尔放弃了律师工作 并且开始对银行业产生兴趣 他甚至还当上了 Interchemical公司的总监呢 有趣的是 威廉斯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 他成为了一名投资银行家 并且还是宾州历史学会的会长 就在事件发生以后多年 有两本书分享了两人 在铁达尼号上的故事 但却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遭遇会有疑 他们之间的共通点 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他们都不在意 自己在网球界的成就 他们只是很享受 打网球这件事 但他们也从未谈论过 在铁达尼号上的那段日子 感谢观看